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生活中,有些人总是期望自己,买的彩票可以中个百万大奖,但是这样的好运气,并不是人人都会,有的人买了一辈子的彩票,都不会中奖。 有些人平时,根本就不了解彩票,只是跟住朋友随手买了一张,结果就中了百万或千万奖金,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有些人财运旺盛,自然可以轻轻松松中大奖,下面介绍的几大生肖,他们就是财运特别好的人,也许买一张彩票,就中了个大奖。 生肖羊的人特别地善良,从不杀生,对于身边的朋友也非常好,他们这辈子运气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好事做得比较多,好的运气都聚集在他们身边。 生肖羊的人,正是因为平时积善计的,所以他们买彩票的话,很容易就中了个大奖。 建议生肖羊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好运,偶尔去买张彩票,没准一下子就中了。 生肖兔的人,天生就与财富结缘,他们这辈子永远不会缺钱花,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地善于赚钱。 偶尔运气好的时候买张彩票,就可以轻松中个几百万。 生肖猪的人生活中,有一些经常做坏事的恶人,他们的运气非常差,永远别想中大奖。 但是生肖猪的人,与人为善命特别好,一辈子不会受苦受累,他们也是天生的,与财富有缘。 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很高,生肖龙的人猪是顺利,生财有道。 不仅生意上的收成不错,再加上在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能够及时伸出手,能够采聚而来。 财路大概生意兴隆,他们会迎来命中,贵人大多在长辈当中出现,所以维系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定能得到无穷的注意。 再加上有助集心相助,财库大开,全家都能够跟住你们享福,主定大富。 度过这次劫难,以后好运来临,大吉大利,事业会逐渐进入上升期,财源滚滚而来。 生肖猴的人是十二生肖中,天财运最旺的一位。 他们头脑灵活,心灵手脚,勤学好问,努力打拼,一生运势自然不会差。 财运更是旺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财票,股票等领域。 好运更是常办他们左右,能以小不大赚的盆满钵满,大笔横财入账,意外之财不断。 生肖基数像鸡的朋友,不仅有头脑,还有谋略,步步为营。 为了梦想付诸于实践,努力经营好生意,未来一年才博工。 有天才吉星照耀,八方来财。 赚钱之路比之前更宽广,更令人惊喜的是,还会有中奖之喜。 手气爆棚富的流友,生活越来越美好,整个人容光焕发,惹人羡慕。 生肖龙属像龙的朋友挺幸运,一路上总有贵人相助,为他们指点迷惊,出谋划策。 经过自己的考虑和努力之后,事业和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未来一年富贵花开,迎来人生开挂,福气飘红。 甲中喜事贫乏,被财神爷盯上,财运大开,甲也昌龙。 天盯天喜又天福。 生肖虎属像虎的朋友,进入新的一年以来,精神抖擞,状态上架。 全心投入于工作当中,严于律己,吃苦耐劳。 很快便能收获大满贯。 升职加薪在网球才可成,迈进顺利致敬,可放开手扩展自己的业务。 不久的将来变身人上人,进账不少,收获累累硕果。 心情大好,生肖马蜀像马的朋友,为人油滑,富有忍耐心,内心温和。 做事勤勉,热心见识。 在职场上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喜爱,间接助推事业的发展。 如鱼得水,顺心如意,事业慢慢达到巅峰。 富贵缠身,左右逢远,人才两望,资金财富大翻翻,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哪怕此刻的生活有多糟糕,也总会有好转的一天。 走过的生活并不完美,太完美的也就不是生活了。 每人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为了未来而奋斗,固然结果不同。 皆因我们平时的努力,每个今天我们,都借十分的努力。 未来的成功就是必然。 十二生肖中,是最为勤劳的一位。 迎来横财大运,日进账百万,金库豹满,财运亨通,如皮修能淡忘家运,事业腾飞。 同时,社会资源更丰富的条件下,反而成功机遇越大,未来必会形势一片大好。 财富增长,日子舒服,生肖虎的朋友,越是大逆转,得上天保佑,迎来大富大贵。 他们的财库之中有发光之力,财气上行,更是偏财心化为观心入库,注定可以生财有道。 在生意之中小赚一笔,智慧过人的他们,能在这个时候有极佳的表现。 属牛的人熬过越是低迷,到时候越是大望特望,财运大望,结出好运,大打发扬财。 另一方面,属牛的朋友别忘记,无论在忙,也一定要与好朋友们相聚,及时维护人脉关系。 日后家中财运如红,发福之命。 鸡仔们,本年是他们的年,越是多有降落,干事难以如愿。 在任务上常常费神吃力干事,不但得不到老板的观赏,还会由于没有成效,收到批判和同事的排斥。 财大气粗,正财偏财大涨,横财百万。 鸡仔们会迎来一段时间的紧张,越是上升,出现本年难遇的顺遂,终究可以勇敢地尝试了。 被财神也点重,财气一等一的生效,转大钱不亦乐乎。 生效虎的朋友,大逆转,得上天保佑,迎来豪富大贵。 他们的财库当中有发光之力,财运上行,下旬的时候更是偏财心,化为观心入库,注定可以投机倒把。 在生意当中小赚一笔,聪明过人的他们,能在这个时候有极佳的表现。 不再穷,被财神也点重,财气一等一的生效,转大钱不亦乐乎。 属牛的人熬过越是低迷气,得急心入命,到时候越是大望特望,财气大望,接触好运,大发洋财。 另外一方面,属牛的朋友别遗忘,不管再忙,也必定要与好朋友们,相聚时保护人脉关系。 往后家中财气如虹,发福致命,被财神也点重,财气一等一的生效,赚大钱不亦乐乎。 生效嘛,事业上可圈可点,他们越是一路高升,万事顺遂,事业飞黄腾达。 三,天理盈来财神也,天财大望,必能赚大钱,重大奖,生活如意。 再加上天财气势大好,财运高涨,马上就现果实。 生意大好,同时他们都是刀子嘴斗复兴,许多时分都是无心的。 如果平时多出门走动走动,注定财来运转,钱包越来越古,好运不断,衣食无忧。 生效舌的朋友行事谨慎,哪怕耗费很多时间,他们也都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这个生效的朋友,也许过去半年财运闭塞,不是很顺心。 三,天理盈来财神也,天财大望,必能赚大钱,重大奖,生活如意。 但下半年时来运转,有机会成为人中富贵者。 生效朱的朋友,三天理盈来财神也,天财大望,必能赚大钱,重大奖,生活如意。 尤其是得到了财心的普照,金钱运极价,而在未来的七,天之内,应得露存极星的加持。 蜀猪人不仅正财颇有斩获,而且横财也有望大发。 接下来的几天顺顺利利,喜迎财神到来。 金星老师说过,小丫头,您选两幅面孔呢? 这话不假,不管好人坏人,往往都有两幅面孔,甚至多幅面孔一般是,体现在不同人面前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那些星座女,在生人与熟人面前两幅面孔吧。 水瓶女 水瓶座的女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星座,她们比较矜持。 一开始的时候显得不太合群,不容易融入到,大家的行列里来,在陌生的场合里,也习惯于保持沉默,话并不多,也不喜欢出风头,喜欢默默做事情,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但也只是点到位置。 因此水瓶女给人的印象是,很保守,很沉默的。 但其实大家会发现,水瓶座们一旦跟你熟悉之后,话就特别多,而且特别直爽。 什么都说,不会藏住业住,也没有任何心眼,所以跟水瓶女相处,是很轻松,很愉快的。 双鱼女双鱼座的女生,天生比较害羞,她们也比较胆小闻圣。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双鱼女是不太放得开的,她们也是在熟人不多的场合里,显得少言寡语,似乎天生就是憨厚嘴笨的人。 实际上这只是,双鱼女的一面而已,她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千万别被第一印象给欺骗了,双鱼女们在熟人面前,就像个话了,叽叽喳喳喳说个不停。 跟双鱼坐在一起,是从来不会感觉到闷的,因为她们总是能够找到各种话题。 可以说双鱼女,也是典型的生人面前乖乖女,熟人面前人来风。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实在太旺了。 历秋之后。 这、四、各生肖千万不要惹他们。 前有贵人的相助。 后有财神招财。 快来看看有你吗? 随住历秋的到来。 新的遗迹。 孕育住新的希望与机遇。 在这一世界。 许多生肖迎来了转运的良机。 特别是这、四、大生肖。 他们的财运将实现大逆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四、大生肖。 有怎样的好运降临? 以及如何抓住这一机会。 迎接丰收的季节吧。 生肖数银财而来。 对于鼠鼠的人来说。 历秋后的运势犹如旭日东升。 财运逐渐上升。 这个时期鼠鼠的人。 不仅能够获得意外之财。 还会迎来工作上的好机会。 从事业的发展来看。 鼠鼠的朋友在职场中。 会得到领导的器重。 可能会尽生活加薪。 这种提升不仅在物质上。 给予他们鼓励。 也在精神层面。 激励住他们不断努力。 此时通过。 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努力奋斗。 他们能够吸引。 更多的资源和人脉。 生肖牛稳扎稳打。 属牛的人在力秋之后。 他是稳健的个性。 他们在财运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经历了前几个月的波动后。 他们将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财务阶段。 此时属牛的人。 可以通过合理的投资。 和规划实现财富的增值。 建议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投资。 比如房产或者一些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 同时注意控制风险。 不要盲目跟风。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除了财运外。 人际关系也会愈加融洽。 生肖牛的人真诚待人。 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因此在人际交往。 钟总是备受欢迎。 在力秋之后。 他们将有更多机会结识新朋友。 并与老朋友的关系更加亲密。 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仅为他们带来情感上的满足。 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和资源。 生肖龙事不可挡。 属龙的人在力秋后似乎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财运的提升让他们如鱼得水。 这个时期属龙的朋友将在各个领域展现出积极的进取心。 他们的表现将吸引众多的注意力。 在职场中。 属龙的人会得到同事的认可。 合作机会平平。 甚至可能会因出色的表现而获得奖金或提成。 个人创业的属龙人士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贫瘠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他们能够找到不错的商机。 进而获得可观的收益。 在社交方面。 他们会发现自己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联系。 并且能够通过社交管道。 获得更多机会。 更重要的是。 他们将在社交中遇到贵人。 这些贵人将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此外,生肖龙的爱情运势也将迎来巨大的提升。 无论是单身人士还是已有伴侣的人在历秋之后都会体验到甜蜜和幸福的爱情生活。 单身人士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选。 而有伴侣的人则会与伴侣之间的情感更加亲密和甜蜜。 生肖猴灵活应变属猴的人在历秋后评级。 灵活的思维和洞察力。 财运将会大幅提升。 他们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 通过网络、社交等方式扩大收入来源。 这个时期,属猴的人可考虑参加一些培训课程。 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竞争力。 同时,在交流和互动中,不妨加强与他人的合作。 利用团队的力量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开启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秋风送爽,万物复苏的季节。 当我们走入这一新阶段时,抓住每一个机会。 让自己的人生焕发新生机。 岂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吗? 最后,希望以上内容能为鼠鼠。 鼠牛、鼠龙和鼠猴的朋友们。 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记得把握住机会。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性格和命运的缩影。 有些生肖之间的组合,被认为失望对方的组合。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带来好运和幸福。 那么哪些生肖组合,被认为失望对方的呢? 它们之间的互动,又是如何影响彼此的命运的。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生肖鼠与生肖龙,智慧与魄力的完美结合。 生肖鼠和生肖龙都被认为,是智慧和魄力的象征。 生肖鼠的聪明灵力,与生肖龙的勇敢果断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们在合作时能够相互补充,共同面对挑战。 取得成功。 这种组合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也有助于家庭和事业的繁荣。 生肖牛与生肖羊勤劳,与善良的和谐共生。 生肖牛的勤劳和生肖羊的善良,是它们之间最显著的特点。 生肖牛的它是肯干,与生肖羊的温顺善良相互融合。 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它们在合作时能够相互支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种组合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助于事业的稳步发展。 三、生肖虎与生肖狗,勇敢与忠诚的坚定联盟。 生肖虎的勇敢和生肖狗的忠诚,是它们之间最显著的特质。 生肖虎的果断和生肖狗的坚定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联盟。 它们在合作时能够相互信任,共同面对困难,取得成功。 这种组合有利于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事业的成功。 四、生肖兔与生肖猪,温柔与宽厚的互补共生。 生肖兔的温柔和生肖猪的宽厚,是它们之间最显著的特点。 生肖兔的善良,和生肖猪的宽容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温暖的氛围。 它们在合作时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这种组合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 五、生肖蛇与生肖猴,智慧与灵活的完美结合。 生肖蛇的智慧和生肖猴的灵活,是它们之间最显著的特点。 生肖蛇的敏锐,和生肖猴的聪明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智慧组合。 它们在合作时能够相互启发,共同解决问题,取得成功。 这种组合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也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节,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肖之间的组合,确实可以影响彼此的命运。 这些望对方的生肖组合,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有助于家庭和事业的繁荣。 当然,生肖并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我们还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但是了解这些生肖,组合的特点和优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有些东西,命理无实确实不该继续强求,但财运这东西其实是可以,靠人为的力量扭转的。 也许你现在没有财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辈子都得不到财运的眷顾。 财运来不来,决定权,其实是在你手中的。 人总有走运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会在何时发生,但只要你做好准备,就能在财运将临时,牢牢把握住机会,迎接财运的到来。 你首先要做的准备,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要知道一个人坚持三不做,财运会越来越旺。 不挥霍钱财,钱是有灵性的。 你越尊重他,他越喜欢你。 你若总是挥霍无度,他就不愿意待在你的身边。 有的人明明能力不错,确实施发不了财。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尊重钱财,整天只知道挥霍,钱是很容易花光的。 一个人一旦,养成了挥霍的习惯,那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将家财散尽,让自己变得一贫如洗。 想要留住财富,想让财运越来越旺,你得坚持。 不挥霍钱财和青春一样,挥霍了青春,人生只剩下漫长的虚无。 挥霍了钱财,未来只会是一片黑暗,挣钱不容易。 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积蓄,就那么轻易地挥霍出去。 你难道不会心疼吗?不管花钱的时候很多么畅快,没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感到后悔。 可这个时候的后悔已经晚了,总是挥霍钱财,会让你变得一无所有。 好好守护钱财,才能招来财运。 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一个人只有坚持做到,不会好钱财运才会喜欢你,进而望住你。 二、不打肿脸充胖子。 为了守护自己的脸面,很多人都喜欢在朋友面前,打肿脸充胖子。 明明自己兜里没几个钱,却还要带住大家胡吃海喝,贪图享乐。 听到别人说一些奉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别人根本,就不是真的看得起你。 一个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其实就是在自讨苦吃。 一个人太顾及自己的脸面,早都会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 面子不能当饭吃。 为了挣面子而消耗钱财,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长时间以这样的状态生活,财运只会越来越差。 真正能够发财的都是那些,拉得下面子闷声干大事的人。 他们敢于放下面子去创造机会,所以才得到了更多的财富。 你若也想自己的财运越来越旺,那就不要再做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 面子不重要,自己的生活才更重要。 不管别人是看得起,你还是看不起你,对你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你只需要为自己而活,就能活得越来越精彩。 三、不盲目投资喜欢投资的人,都觉得踏踏实实地挣钱,发不了大财。 毕竟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只有把钱拿去投资,才更容易一夜暴富。 投资确实能够让金钱翻倍,但投资也是有风险的。 在没有选对投资专案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投资失败。 不仅让自己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还彻底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也许你尝到过投资的甜头,但你不能因此就卸下防备。 投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可千万不能人云亦云。 想要得到采用的眷顾,你首先就要杜绝盲目投资。 有好的专案当然可以放手一搏。 但若风险较大,那最好谨慎行事。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坚持做到不盲目投资。 好好守住自己手中的钱。 财运才会越来越旺。 一个人的财运如何? 与自己的言行息息相关。 你想要拥有好的财运, 那就必须要从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 事实证明,一个人只有坚持三步做。 财运才会越来越旺。 如果你从来都不约束自己的行为, 反而一味地挥霍钱财。 打肿脸充胖子。 盲目投资。 那就算你有再多的钱, 日子也会越过越苦。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远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